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是圣灵就对我说 可是神要我立下 关于年轻人生命当中 所需要的根基 年轻人很容易被点燃 当神的烈火点燃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会因着他们的热忱往前冲 可是如果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认识 不是建构在神的启示上面的话 很多的时候他们一冲出去之后呢 他们的火就会熄灭 所以今天要跟你讲的是 关于你是谁的启示 特别是关于你是男人或者是女人这方面的启示 神提醒我为什么我的那个热情 我的热情到今天都还没有熄灭 是因为我知道关于我是谁的真理 你不是只是为神赢得灵魂 一年 两年 或者是三年 你要一生一世为神赢得灵魂 直到你见主面 不要只是学会与圣灵怎么样一起同行 同工运行在圣灵大能里面 我也会 很多人是跟我学的 但是你也要跟我一起学习 怎么样与圣灵同行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 关于男人 女人 还有神 26节 27节 装置记一章 27节说神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什么意思 讲到的是我们存在的那个本质 是没有办法与神的同在隔绝的 直到我们每一天可以跟神的同在 神的灵 神的话语连结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活过来 当我们退缩 没有靠近到神的真理的时候 不好的事就会发生 祂的灵跟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说 神的灵跟神的道 跟我一起说 我们是用真理还有圣灵来敬拜神的 我们回到创世的时候 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祂放下的蓝图到底是什么 那个蓝图是什么 男人跟女人 只有分成两种人 一种叫做男人跟女人 没有所谓中间 所以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创造的时候是创造男人跟女人 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学习 怎么样成为神所创造的男人跟女人 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教导 怎么样做神的儿子 神的女儿 可是现在我要从比较从事性别的角度 我们来谈 21节跟22节 21节讲到耶华使男人 使亚当沉睡 他就睡了 在睡的时候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他把男人的一条肋骨拿出来 从属灵的角度来讲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 你都少一条肋骨 我在讲的不是你现在的身体状态 我是从属灵的角度 你是缺少一根肋骨的 你可以被所有的弟兄转向你周围 最靠近你的姐妹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偷了我的肋骨 你也可以问他说 你是我的肋骨吗 如果你问错人 因为她已经已婚的 你就跟她道歉 你绝对不是我的肋骨 因为那个姐妹已经返回到 找到她出来的那个地方 意思说我可以看到后面的 我刚才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 我说你要转向旁边最靠近的姐妹 跟他说你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肋骨 然后你刚才在看的就是看漂亮的姐妹 哪里有漂亮的姐妹 要跟他这样讲 你是不是夺走了我的肋骨 愿意嫁给我吗 今天你要嫁给我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周围 那个男生跟那个女生 哇他太好了 他说我没有办法得到的 我很尊重你的梦想 你喜欢那个人很好 可是你还是要真的是 我们还是实际一点 实物一点 你在羡慕的是别人的肋骨 你在羡慕的是别人的肋骨 虽然他还是单身 没有交往 可是哎呀 那种人不会看上你的 不会是你的肋骨 虽然我是个穷光蛋 人又长得不这么样 但是你要想一想 看看自己的长相 你要找到你人生的配偶 人生的伴侣 你要找一个是跟你差不多背景跟你差不多文化的人 你知道好不好看 帅不帅 美不美丽 如果在婚姻当中你找到了配偶 他是你的肋骨 那个肋骨就是真正适合你的 你知道当你一结婚之后 在婚姻的关系里 我们必须要能够接纳我们配偶 不只是他的优点 还有他的缺点 透过神的眼光接纳 你要知道你的配偶的优缺点 其实是在神他奥秘创世的计划当中 就已经为你计划好的 我知道我们在座大部分都还没有结婚 但是这样的知识是对你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当我还单身的时候 我还没有在关系里面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糟糕的 当我甚至认识主之后呢 你知道我的服装 衣容 打扮 我对那种潮流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没有那么差 没有那么那么那么 你刚才说的啊 你嫁多了那几个 我没有说完全没有 只有不完全 不完全 小小的软弱 瑕疵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会爱上我 可能她没有真的爱上我 是因为我祷告 是因为我祷告后来神就让他跌倒爱上我 我在翻译 深圳为他 深圳为他 来 我们来试试看 试试看 然后我就会戴一个很大的铁的那种项链 金属的项链 我真的穿起来很糟糕 看起来很糟糕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的妻子就很在乎我的服装跟我的衣容 可是我不会觉得很自卑耶 你知道当神创造我的时候 我就是非常潮流的 非常时尚的 可是你知道神把我的那个肋骨拿走了 就是我对时尚感的那个肋骨拿走了 然后就给了夏娃 以至于我自己不会是完全的 要不然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骄傲的人 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 我都不会渴望神 所以今天 我感谢我的妻子 因为她会告诉我怎么样穿衣服 我有一位弟兄的朋友当时发现在我们的婚姻当中 其实是我的妻子帮我打点我的所有的服装 她说什么啊 她说你在说是你太太帮你每天穿衣服吗 我说不 我们男人还是有至尊心的 不是的 我透过我的妻子自己穿衣服 因为她是我的肋骨 她拥有我的肋骨 她有很多的知识跟智慧 但是她不是一个公开在台上的那种讲员 我是在台上的讲员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seen that by now 你应该知道我是奖员吧 And when I'm under the spotlight I shine 当我在舞台上 镁光灯打下来的时候 喔 我 闪得很啊 But I cannot go home and tell my wife Look how great I am 可是我不能够回家跟我太太讲说 你看我有多伟大 I have something you don't have 我有的是你没有的 No 不行啊 She doesn't have it 她没有我有的 Because God chose to put that in me Not giving that particular gift to her 因为神拣选 神选择把那个放在我里面 却没有把这个给她 A husband would say I thank God for my wife I love my wife very much 你知道我真的我做一个丈夫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妻子 我向神感谢她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妻子 You know a guy came to me one day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啊我老婆好啰嗦 我老婆 这个不用翻译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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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ason why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啰嗦 in English My wife is very naggy Yeah I don't know it because my wife is not So I never have to use that term 那我会的意思是说 这个很deep很deep的你知道吗 And then I said Oh no she's not 你才啰嗦 我说你太太一点都不啰嗦 你才啰嗦咧 我老婆 I cannot stand her She's so naggy 很啰嗦 烦死了 烦死了对 And He's very experienced Not just kidding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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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不敢 I said No She's like that because she carries your rib 我说你的老婆为什么那么啰嗦 我告诉你她因为啰嗦 是因为她变成你的肋骨 The weakness you see in her is from you 你在她里面看到的缺点是从你来的 But if it is still in you since creation You would kill yourself because you'd hate yourself So God put your weakness in your woman 所以那个肋骨如果原本还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话 你可能会恨你自己到死啊 所以呢她就把这个肋骨放在你的妻子身上 So that you could see your weakness from the outside 所以你可以从外面看见到这个你 And have the strategy to overcome that weakness for her And especially for you 然后呢你可以用从天上来的智慧帮助你的妻子可以胜过这个缺点 我告诉你也是帮助你胜过这个缺点在你里面 Because when you treat your wife well You treat yourself well the Bible says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当你用爱心款待你的妻子就是对你自己好 很啰嗦的时候 When she's very naggy You don't just scold her 当她很啰嗦的时候 你不是要骂她说你那么啰嗦干嘛 You listen to her You will listen to her You will 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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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 You say it's okay honey I take your criticism 你可以批评我 It's okay 沒關係 Because I need that And you will both outgrow your weakness And become one more But one become one in the Lord 不要多久 你们就可以从你们的缺点当中成长 然后呢 越来越多的和而为一 As a husband I look at any weakness I find in my wife As my weakness 我看见到我在我妻子里面的所有任何的缺点 我当这些缺点是我的缺点 Any strength in my wife 我妻子里面所有的优点 Any strength that I see in my wife I see that as something that I need in my life 我看见我妻子里面的优点 都是我觉得是我生命当中所需要的 神借着她来帮助我 That's what the Bible says Become one is really about not sex 所以圣经上讲我们和而为一 是这个 不是讲到只是性而已 It's the heart 是心的和而为一 It takes only a spiritually mature male or female to be able to see this 只有一个属灵成熟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才能够真实的明白这一点 So every man has lost a rib 所以每一个弟兄都失去了一条肋骨 And the Bible says in verse 21 在二十一节圣经上这样说 As God took one of the man's ribs He closed up the place with flesh And He said,取下他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He closed up the space with flesh 他用肉把那个取代取下来的肋骨 It's very important for every young man Especially single To fill up their emptiness with real flesh 我们当中特别是年轻的弟兄们 你所失去的肋骨所带来的那个空虚 你要用真正的肉来满足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man to watch his way pure according to God's word God's word is flesh 你要知道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年轻人我们要活在纯洁的里面 而圣经其实神的话语就是这个肉 John chapter 1 says that the word became flesh It was Jesus 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 道成了肉身 所以这个用肉来取代的这个肉质就是神的道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Every young male is called to fill his youth with Jesus and with his word 每一个年轻人特别年轻的男人男孩 你都被呼召要用神自己来充满 特别是神的道耶稣自己来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 This is strange This is strange Because the rib was taken 因为那个肋骨拿走之后 给了一个女人 可是那个男人不是要去追这个女生来满足他的空虚感 It's strange 很怪的 If your mom took your iPad 如果你妈妈把你的iPad没收 And you knew it it was your mom who took it 如果你知道是你妈妈没收的 But you chase after your dad Dad give me back my iPad And you去找你的爸爸说 爸还我iPad That is strange This is a strange This is a very strange This is a very strange Your rib is taken for a woman Your rib is taken for a woman 你的肋骨被拿去做了一个女人 But you must not fill your empty space with a woman That's with a man Jesus Christ You不需要去找女人来满足你的那个空虚感 而是找耶稣基督 That's why it's not good for a man to quickly 这是为什么年轻人太早谈恋爱不好 真的 And you girls don't just fall into Fall for a man who is not tested Who is too young Who is not mature in Christ Because later on You will be his slave To satisfy every desire he wants And to satisfy his emotional desire too 姐妹们女孩子们 你不要太早去谈恋爱 爱上那些性格感情灵命都不成熟的弟兄们 因为很快的你就会成为满足他的欲望 要满足他所有空虚感的那个奴隶 因为男人是要能够可以给予的 Let's say if a plane is about to crash And there's only one What is that? Parachute left 假设一个飞机快要坠机了 然后呢飞机上面只有一个降落伞 Everyone already jumped except you and a stewardess 然后呢所有人都已经跳下去了 然后只剩下你跟一个姐妹的空服人员 如果你是个男人 你要把那个降落伞给那个空姐 如果不给的话 这个世界都会来论断你 男人是要给予的 在我跟我妻子的关系当中 我需要给她安全感 但是我的安全感从哪里来 其实是从那个肉体 就是神的道成肉身神的话语来的 是从耶稣来的耶稣道成肉身 祂的话语成为我安全感的来源 这是为什么 然后一个弟兄说 我的太太都不改变 我的太太 那我要跟她离婚 那不是她的问题 那是你的问题 因为男人你的安全感的来源 不是来自于女人或者是你的妻子 而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 这是为什么姐妹们 虽然她很帅很有钱 如果她的肋骨没有用神的道 那个肉充满 你不要爱上她 你如果嫁给她 其实是嫁给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怪物 她会把你生命的气息都完全吸尽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男人的肋骨的空缺 已经透过那个肉 就是神的道给填满了呢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 我们来看 我给你三点关于弟兄 关于男人 第一点 一个男人失去了肋骨 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智慧我要告诉你的 男人必须要在他们自己以外 找到他生命的命定跟目的 不管是透过他的工作 他的事业 他所需要的成就感 他所得来的那种尊敬 都是从外面来的 你知道 当女人碰到姐妹 当女生碰到女生 你头发好 他们会祝福他们 他其实就彼此在夸奖 哎呀你好漂亮啊 头发造型很好 就是彼此在夸奖对方 男人跟男人之间不会这样子 女人跟女人 哎怎么样 啊真的好 有一点恶心的感觉 孩子好吗 好啊你的孩子 好 家里好吗 家里很好 你呢 男人不是这样子 他说你做什么的 在美国有些人 他们的姓啊 比如说他的姓是Taylor Taylor 他的姓Taylor 因为他过去他的祖先是缝衣服的 所以叫做Taylor I am what I do 我所 我是我所做的 You take what I do 你看见我所做的 I don't know who I am anymore 你把我所做的东西拿走 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男人啊 Don't do this Hello 你好 Are you happy 你开心吗 男人不会问鼻子开心吗 How's your heart 哎你的心状况怎么样啊 Or your hair is so nice 啊你的头发真帅啊 我也在说谎啊 I would I would just I would I would Normal men don't do that 正常的男人是不这样做的 So men must find the true cause in life outside of themselves 所以男人必须要在他们自己里面之外 找到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目的 That's why it's very important since early in their age early age They find their cause in Jesus 这是为什么很重要的是他们年轻的男生在年幼的时候要来找到你的呼召你的命令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 Number two men must have a role model 第二男人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模范跟榜样 preferably their fathers 最好是他的父亲可以成为他的模范 God's first station in our life is our family 神本来设计这一切是要在家庭里面帮助我们的 Because every boy must have a role model 因为每一个男孩必须要有一个榜样 一个模范 这是为什么女生都很喜欢看韩剧 然后男生都喜欢看那种打斗的 I am the iron man 我看的时候喜欢看我是钢铁人 or I am the 你看小孩男生都会说我是钢铁人 I am the ironing man 他不会说我是那个他们运斗的 因为那种英文字是类似的 我知道很难翻译 很冷啊 I am you know man you know man love hero movies 男人喜欢动作片啊 We wanna see you know we wanna see we wanna look up And if we don't find anything in reality we'll look up to fantasy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模范找到榜样 我们从我们的想象当中 从我们的那个思想里面去寻找 That's why I often suggest all the single mothers in our church to diligently find good role models around them whether life or whether through literature for their boys for their boys especially 这是为什么我对我们教会的单亲妈妈常说 你要为你的如果你们的孩子 是男生的话你要为他找到 不管是在社区里面一个他的模范 一个男性的模范或者是榜样 或者是透过一些的书籍让他们可以找到 他们可以追随的那个榜样 If you see some good male around you maybe their uncles maybe their uncles or their grandpa make sure you encourage them to spend time with them 我就鼓励那些单亲妈妈 在你们的家族里面如果有一个亲戚 有一个男的亲戚是非常好的榜样 或者是他的祖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就说你要鼓励你的孩子 你的那个男孩子 尽量跟他们花时间相处 but if you don't find anyone alive which is not gonna be the case 我说如果你真的都找不到周围 有任何这样的榜样 find some good biographies 你去找一个很好的传记给你孩子读啊 and go over the book with your son 跟你的儿子一起来读 and keep saying to that son your son your fatherless son that a man should be like this and like that 然后就跟你那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说 男人应该要这样子 应该要这样子 but most importantly always you encourage your fatherless son to know the heavenly father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你那个没有 让你没有爸爸的那个孩子 要认识这位爱他的天父 透过神的话语 透过圣经来认识 如果你有不好的父亲 如果这个单亲妈妈的儿子没有 他的爸爸是不好的爸爸 可能他跟别的女的跑了 你要很诚实地跟你的儿子说 当然照着他们的年纪 他们的年纪可以理解地跟他们说 因为本来所处的状况 已经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 已经有不好的事发生了 你可以要求你的儿子跟你一起饶恕他的父亲 然后用耶稣的形象来取代 过去父亲在他心中的那个形象 然后再加上一些好的男性的榜样在他生命里面 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 你跟你的爸爸不是很亲 或者是你没有爸爸 你要在你生活当中找到榜样 光哥 信中哥 文化哥 佳恩哥 帅哥 帅哥 你可以看到他们像是一个父亲的榜样 但是对他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切实的期待 我有很多的属灵儿女 对于我的属灵女儿 我不会跟她的相处方式跟我真实我的女儿的相处方式是一样的 我的女儿我会很自在地拥抱她 她会坐在我的腿上 我会跟她很亲密 但是我的属灵的女儿我不会这样跟她 你一定要有智慧的一个界限 可是你可以领受那一个榜样 你如果真的很渴慕有那种 比如说你的爱的源是那种肢体的接触 你不用担心你的时候会来的 如果你以后在一个美满的婚姻里 如果你以后在一个美满的婚姻里 如果在你成长过程当中 因着没有父亲的这样一个呵护跟拥抱的一个缺席在你生命里面 透过你的妻子的 她的充满爱的一个接触 虽然她不是男人 她也不是父亲 神可以借着她的触摸来医治你 可能甚至你之后自己生了一个儿子 你没有父母在你上面 可是如果你进入到一个好的婚姻 然后你的家庭都是爱神的 可能你自己过去是 你的父亲是在你身边缺席的 可是当你学习做你孩子的父亲的时候 神会医治你耶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要太琢磨在这个东西上面 每一次在教会里面谈到天父的爱的时候 你就陷入到一个字连的里面 我都没有爸爸 天父都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么 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爱 但是你要刻意地去训练你的眼目 去看这些健康合成心意的男人榜样在你生命里面 从他们的生命里生活当中学习 而且他家里面有好的父亲的 他们有的时候会缺乏一些好的男人的榜样 第三个 男人需要肯定 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重要的 而且他们能够做到 我尝试要从《度假冰》第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来 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跟你谈 那允许我通常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这个爸爸呢我们都会把它描述是天父 但是今天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来看他是地上的爸爸 是一个不完全的爸爸 虽然他的儿子很糟糕 但是他是无条件地去接纳他的孩子回家 可是我看见到他的父亲的一个方式当中有一些缺陷耶 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看他跟大儿子的关系 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 这个他跟他的一些不完全的地方 这个父亲跟我们华人的爸爸很像 你跟爸爸工作是应该的吗 你是爸爸的儿子 不要什么 I will compliment you say good job or anything 你为什么爸爸一直要夸奖你 反正 爸爸的就是你的嘛 对不对 就努力就好啦 不需要说什么I love you I'm sorry 什么 不需要啦 我们都知道啊 你懂啦 都知道啊 不用讲了 当你大儿子回来的时候 他说我为你工作一十一辈子 你从来没有为我欢庆过 哎呀 老大 大儿子啊 大儿子啊 你都知道爸爸爱你嘛 对不对 对 这样子不需要不需要啦 什么party party不需要的啦 不需要这些东西啦 花钱 一切静在不言中 我们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老婆 反正你知道我爱你 我不爱你我就不会娶你 对啊 干嘛什么 买什么 一朵花 什么朵花 反正你知道花钱啦 一朵花要多少钱 对不对 我们去invest啦 把这个花的钱 拿去花在投资上面 对 so this father said to the firstborn 这个爸爸就跟大儿子说 不要这样 不需要 不需要 you work for me because you're my son 你是我儿子啊 你为我工作这么久 but boys need affirmations 可是男生需要肯定的言语啊 even when my boys carry my things I would go back and say thank you Jeremy 虽然我的儿子帮我拿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回去跟他说 儿子谢谢你哦 yes you should have but you shouldn't have oh 你应该帮爸爸的忙 可是你也不可以 你也不需要帮爸爸的忙 I'm not a perfect father but I am very diligent in affirming my boys my sons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 可是我非常的刻意地去鼓励我的儿子们 Go to his room especially and say I 爸爸 Daddy wants to thank you for today you've helped me in ministry 我就会特别跑到他的房间去跟他说 儿子啊我要特别感谢你 因为今天在服事当中 你帮到我一个很大的忙 It's very important 是很重要的 And we encourage here in church that you pay attention to boys needs Pastors 我们在座的牧长们 我要鼓励你 你不要 你要特别地去喝 你要特别看重 这些男孩子 and treat them that way 他们的需要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言句 对待他们 Now I know why the because the children the boys of this Luke 15 father have been robbed of the joy of being affirmed No wonder partially it's because of the father's fault that the 老儿 left home because he's looking for his ribs somewhere his father hasn't helped him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路加坟第15章 为什么那个浪子会出去放荡 因为他在家里面 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肯定 找到那一种满足 以及他去外面去挥霍 去寻找满足感 I want ladies because I'm rich I bring my father's wealth with me 你知道我 我很有钱 我带着我父亲的财富来 I want them to rule over me 这个小儿浪子说 哎呀我带着我爸爸一半的家产来啊 and say to me that I can 我要这些女人来跟随我 然后说我能 that I'm important 我重要 that I look good that I matter 我其实是重要的 我帅 我好看 I want them to tell me that I'm somebody 我要他们告诉我 我是有价值的 You see If you don't give your son what you want what they want what they need they will go look in the wrong places 女人如果不给予你的儿子 属灵的儿子 他们心里面真正所需要的 他们会去错误的地方去寻找满足 because God has created this inside of every man this need 因为神把这个需要放在每一个男人的里面 男生里面 Let's talk about the ladies now 好 现在我来讲姐妹 Hallelujah 姐妹会更有趣的 I'm gonna speak about something I don't know 我现在要讲的东西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东西的 第22节 Then the Lord God made a woman from the rib Oh my goodness The woman was made from the rib While the man lost a rib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 男人失去了肋骨 神用那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Life is not fair 这个太不公平了吧 While men are looking for their identity outside of themselves God has built it in you Ladies 当男人去他们自己以外去寻找他们的身份跟价值感的时候 女人神已经把你的身份跟价值感其实放在你的里面 You see Who says that you're weaker 谁说你是软弱的 You're just physically weaker 你可能在体能上比较软弱 但是第一 女人的内在力量其实比男人强的哦 我真的很抱歉对弟兄们说我要背叛你们一下子 我必须要告诉你们事实 但是我感谢神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要不然的话因为我讲完这个之后男人你要追女生就更难了 除非你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好男人 姐妹们听好了 在我改变我的心意之前 You don't need a man to make you happy 你不需要一个男人让你快乐 I'm sorry don't kill me guys 弟兄们请原谅我 You know It's always better That you are a single mother than you are a single father 你知道单亲的妈妈带的孩子总是比一个单亲爸爸带的好 I've seen some single mothers 我看过一些单亲的妈妈 who never married 后来之后都没有再婚 but raised her children so well 然后辛苦地把她孩子提拔长大 然后把孩子养得非常非常好 I've yet to see one single father who's not marrying again who could raise their children as a single man 我诚实地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单亲的爸爸 后来没有再婚的可以成功地把孩子养得非常好 When a man's heart is broken in the name of love he will not recover for a long time 当一个男人他的心应着爱而心碎的时候呢 他要恢复其实花很长的时间 But when a woman is broken 可是当一个女人他的心心碎的时候 I don't know this heaven's iPhone 6 女人是好像iPhone 6 我们像Nokia 你 女人 这你听得懂吗 怎么说 你知道以前以前那个手机有大大的很大的 有大大的水 我们比较大大条 我们很大的 我们有肌肉什么 很大的那个那个是坐人法的那个 以前那个就是那个水壶型的那个 黑金刚 黑金刚 黑金刚手机 黑金刚手机 现在的小小的 对 女生比较细 比较细 比较小 比较high tech 比较科技 比较很 比较难了解 嗯 他的记忆体比较多 超难的 真的 你们是外星人 可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男生会爱上你们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看 那一个女孩当她心碎之后 那一个女孩当她心碎之后 她可能已经哭完了整个眼都肿起来 爸爸妈妈好担心 为什么女儿女儿女儿 宝贝你好吗 不要跟我说话 然后关门锁起来 然后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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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直哭 妈妈 爸爸 好担心 父母敲门 女儿 宝贝 宝贝 你好吗 你 你 来 先出来吃饭好不好 还爸爸买给你 你想 你最喜欢吃的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不要 Charlie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傻瓜 傻瓜 你这个 西瓜 傻瓜 什么瓜 给我开门 给我开门 爸爸 爸爸 让我冷静一下 不要老人家 你们要健康 你们不要生病 你们快睡觉 我睡不着啊 女儿 然后妈妈说 女儿啊 出来吧 不要 妈妈 在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 你在爱我了 有 有什么 那个 好伤 爸爸 妈妈 在房间的时候祷告的时候 神啊 你照顾我们的女儿吧 好不好 神 他们聆听 小神在他们心里面 有人跟他们说话 说不要担心 她是女神 然后他们就睡觉了 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嘛 他们信任耶稣 所以叫隔天 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的时候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 女儿就出来了 好像完全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坐下 爸爸妈妈 嗯 莫名其妙 这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就吃饭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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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 吃早餐 然后 爸爸就 爸爸 跟妈妈说 你来 爸爸说 妈妈说 然后妈妈就说 啊 女儿 你好吗 哦 我好了 你刚才晚上好像那么那么惨 那 你今天早上就已经没事了 没事了 妈妈 她不值得 就这样就过了 你们是外星人 女人 女人 内在的力量 是更大的 我感觉休息好久了 你只是需要在基督耶稣里找到那个内在的力量 这是为什么 你知道女人的影响力是很自然的 这是为什么她们是从男人的肋骨 肋骨头是硬的 她们从刚强当中被建立起来的 所有男人可以做的 你都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从男人里面造出来的 但是我还没讲到说 为什么你需要男人 我要接下来讲 女人怎么样可以 为什么会有影响力呢 因为魔鬼知道啊 这是为什么她诱惑的对象是夏娃不是亚当 你有没有看过一群男生跟当中一个女生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你中间当中就知道这群人是谁在领导 然后一群男生在打篮球 都是讲男生的东西 都是讲男生的东西 突然有一个女的走过来 每一个男生就说 完全改变他们刚才谈的主题 你要能够去欣赏你的力量 你的能力 你要使用这个力量为了神的缘故 不是来抵挡神啊 第三 女人她的身份是从里面找到的 这是为什么很重要 她需要很清楚的有被爱感 她要感受到她是特别的 所以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个父亲有女儿的话 你要教到你的女儿她被爱是因为她是值得被爱的 以去她不会长大的过程当中 从一个男人跳到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中 去寻找那个呵护感 作为父亲的你要教到你的女儿 怎么样能够从耶稣的身上得着那个被爱感 你知道我也会跟我的女儿去约会 当我跟她去约会的时候 我会把她当作是一个女人来尊容地对着她 虽然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 当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的时候 她就是我的女儿 她是女儿所以她要服务爸爸的 她是女儿所以她要服务爸爸的 爸爸坐 我就坐 我就会这样子啊 因为是女儿 可是当我跟她单独地去约会的时候 我会把她拉椅子说 哎 请坐 谢谢爸爸 谢谢爸爸 我就会跟她讲话 在我们约会结束的时候 我会告诉她 Vanessa Vanessa I said You know You are beautiful the way you are 你这个样子是最美的 有一天你要找到一个男生 who will be able to treat you likewise 会照着我这样的方式对待你 然后我就开玩笑地说 You will fall in love only with a man who loves you at least as much as daddy loves you he has to love you more because he's going to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than with m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要找到的对象是至少要爱你跟爸爸一样 但是他应该要爱得更多 因为他一辈子要跟你在一起啊 so one day if you submit yourself to a man it's not because of out of fear because out of love because you are not complete in God's eyes until you purposely by choice and decision conscious decision return the rip from which you took 有一天你会爱上的那一个男人 是你自己做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就是像肋骨他必须 你为什么需要男人需要这个人来爱你 这个肋骨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他自愿地回到他所抽离开 原本属于同一个身体的那个地方 you are never complete in God's image before you love a man and submit to one man and love that man for the rest and honor that man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你永远没有办法完全 除非你愿意 然后完全成为神 创造你原本的形象 直到你愿意去委身 你愿意去顺服去爱 进入到那个原本的创造的身体的里面 she would say to me I know daddy that's you that man is you no it's not me 然后他会跟我家 他现在跟我讲说 爸爸我知道那个人就是你啊 我这样我爱你我顺服你啊 God has prepared that boy now don't be in a rush he's still in training for a long time 我说神去为你预备好那个男生 但是你不要急 因为那个男生还需要一段时间训练 you see Vanessa someday if you submit to your husband it is because you want to be complete in God's image you want to be perfect in love Vanessa 有一天你会顺服你的丈夫 是因为你想要成为神起初 创造你的完整的心意 你想要活出神在你心中的形象 不是因为恐惧 you will not be happy without a man 你不是因为你没有男人就不开心 or you cannot make a living without a man 或者是你没有男人就没有办法过生活 yeah yeah no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daughter 那我告诉你关于我的女儿哦 my daughter is technologically savvy 我的女儿她在对所有的3C用品都会很拿手的 he is media intelligent 然后她对媒体也非常非常的聪明 his Instagram has more followers than some of us here 他的Instagram的跟随者有甚至可能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还多 he is also musically talented and gifted she could play almost every music she's studying harp now 然后你知道她她的音乐的才艺也非常非常的棒 甚至她每次练习的她的乐谱都可以背起来的 a straight A student 她的成绩也都是非常优异的 and she learns karate 然后她也会跆拳棒 嚇到你了哈 这是我为她的意向要学跆拳道 她不需要男人才可以开心耶 but I tell her unless you love a man like crazy submit to him and really make a family a family that preaches God's heart 除非你 你愿意爱一个男人 疯狂地爱到她 愿意顺服 然后要不然的话 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为神 眼中形象所造出来的Vanessa when I see my daughter every time I see her I see my wife 当我每次看见我女儿的时候 我看见到的是我的妻子 I forever feel lucky Seriously 我真的都觉得我好幸运 She needs me I need her more than she needs me 我需要我的妻子远胜过她需要我 Can you let me tell you one thing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 But she loves and submits to me 但是她爱我她也顺服我 因为 那是完成神在她心中 生命里面的形象的方式 所以在我们里面其实有自由 I love her 我爱她 因为这是我所做的选择要爱她 她顺服我 因为这是她的选择她的决定 因为她爱我 我们在座的姐妹们 我要你有耐心 当一个男生走到你面前给你一朵花 你要先考验她 不要立刻就爱上她 因为你要给她的不是你的爱而已 是你的余生 你的生命都要给她 Amen 今天有听到有祝福到你吗这个信息 Amen Amen CM CM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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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